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张良俭协 汉高祖师徒情深 二王羲之书法神来笔 行书流传万古香 三四川张献忠大屠杀 噩梦成都血染一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张良俭协 汉高祖师徒情深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古色古香 又带点幽默的故事 张良俭协 汉高祖师徒情深 在中国古代 有一位名叫张良的人 他后来被誉为千古期末的代表 是刘邦 及汉高祖的重要谋士 但在他成为谋士之前 张良有一段颇为有趣的经历 这就是著名的张良剪邪故事 相传在秦朝末年 张良因家族被灭而怀有复仇之心 他在一次刺杀秦始皇失败后 流亡至一处桥下 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者 这位老者故意将鞋子踢到桥下 然后命令张良去捡 张良虽然心中不悦 但出于对常者的尊敬 还是弯腰捡起了鞋子 老者不仅不感谢 反而要求张良将鞋子给他穿上 张良忍耐住 又帮老者穿上了鞋子 老者这时突然变脸 告诉张良他有大财 但还需要学习 并告诉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和地点 会有一位真正的师父等住他 张良按照约定去到那个地方 果然遇到了一位高人 得到了太公兵法的真传 从此踏上了成为卓越谋士的道路 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 他不仅展示了张良的谦逊和对常者的尊重 还隐含着一种古代的师徒传承观念 在这个故事中 老者的考验 其实是在测试张良的品性和潜力 而张良的忍耐和谦卑则 为他赢得了学习的机会 而这个故事与和高祖刘邦的师徒情深 又有什么关联呢 当张良成为刘邦的谋士后 他的智谋在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可以说 如果没有张良 刘邦的事业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这种师徒间的深厚情感和互相支持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 当然 这个故事也许有点夸张了 张良的品格和智慧 但它确实反映了 中国古代对于师徒关系的重视 以及对于智者和谋士的崇敬 而我们今天提起这个故事 不仅是为了回味那段波澜状况的历史 也是为了提醒我们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有时候放慢脚步 尊重他人 谦虚学习 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羲之书法神来笔 行书流传万古香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被誉为书生的王羲之 他的书法艺术 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 甚至影响了后世千百年的书法发展 王羲之的行书 被誉为神来笔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笔法超凡脱俗 更因为他的书法作品中 蕴含的艺术魅力和精神气息 让人感觉彭扶是天上神仙降临人间 随手挥洒出的非凡之作 王羲之的行书 流传万古香 这香字 可不仅仅指的是书法作品的流传 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 相传王羲之在书写 蓝亭叙事 因为他的书法太过精妙 连天上的神仙都被吸引下来围观 神仙们为了不打扰王羲之就化成了蓝花的香气 悄悄地在旁边观赏 所以 王羲之的行书之所以能流传万古 不仅是因为他的艺术价值 还因为他那神仙般的气质 让人如闻蓝花之香 久久不散 当然 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但他也反映了王羲之书法的非凡魅力 他的行书 笔法自由流畅 结构疏密有致 既显得随意自然 又不失严谨秩序 真可谓是在规矩与自由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他的作品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一美的享受 在精神层面上也给人一启笛和沉思 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还因为后世的书法家们对他的崇拜和学习 他们将王羲之的笔法 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使得王羲之的书法精神 可以代代相传 影响深远 可以说 王羲之的书法 就像一瓶陈年的佳酿 越沉越香 经久不衰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原件现存极少 大多数人 只能透过摩本或传抄本来欣赏他的书法 这也让王羲之的书法 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就像是那些神仙们的兰花香气 虽然看不现 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永远扑朔秘密 引人无限遐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四川张献忠大屠杀 噩梦成都血染衣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那位名声响亮 让人闻风丧胆的四川土皇帝 张献忠和他在成都留下的那段血腥记忆 张献忠 这位明末清楚的农民起义领袖 后来自封为大戏国的皇帝 他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悲喜交加的戏剧 只不过喜剧的部分 可能需要一个特别扭曲的幽默感才能体会 话说张献忠在1644年攻占成都后 就在这座城市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屠杀 据说他下令江城中的男女老少分开 然后进行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 这场屠杀之惨烈 连江水都被染红了 后人称之为成都大屠杀 但是 张献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有人说 他是为了震慑其他反对势力 展示他的残忍和决心 也有人说他是因为担心成都城中有太多的明朝移民 可能会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 当然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他性格中残暴本质的一种表现 不过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幽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张献忠其实是一位极端的环保主义者 他可能在想 这些人类实在是太会污染环境了 得减少一些碳足迹 当然 这种幽默是相当黑暗的 而且绝对不是对那些无辜受害者的不敬 实际上 张献忠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中的暴行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它们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习的教训 即使是在今天 我们也应该记住 权力在错误的手中可以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 所以 下次当你在四川品尝那些美味的辣菜时 也许可以顺便想一想 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纳摩拉雀更加刺激的历史故事 接触于 总的来说 张良剪邪 王羲之书法和张献忠大屠杀这三个故事 虽然题材迥异 但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中独特的片段 每个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和启发 从张良的谦虚与尊重 到王羲之的艺术魅力与精神气息 再到张献忠的残暴与教训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在现代社会中要学会尊重 谦虚和警惕 我们不能只看到故事的表面 而应该深入分析 从中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现在 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